大家好,我是Tomo 今天呢,這個影片不是Vlog 這個影片是要教你怎樣拍出帥的Vlog Check it out 首先呢,帥的Vlog啊 你要有一台相機 或者是你用 手機的顯像 我現在手上拿的就是 手機 然後相機 然後相機呢 相機呢,到底要多好的相機呢 其實如果說你要上傳YouTube的話 1080HD就OK了 然後上傳Facebook的話 最好是在720以上 然後其實啊,個人覺得最重要 Vlog啊,你要拍得帥 就是你要有故事性 故事性的Vlog你可以去參考 國外的 呃,像 Casey Neste 或者是 Peter McKinning 他們都是非常厲害的一個 拍Vlog的 的創作者 因為我超級喜歡他們 然後 對 首先呢 就是說你要拍一個很棒的Vlog 可看性的Vlog 你必須要有故事性 Vlog最講求的就是說 你這個人的個人特色 個人風格 所以像我的特色呢 呃 通常會比較不會去 想腳本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所以如果說我有一些話啊 講的不是很好 甚至有結巴還是講錯話的一個情形 我會把它剪掉 或者是採用另外一個素材去引用這樣子 這部會比較難一點 因為你要經過很多的練習 然後你自己的抓角度啊 怎麼抓 對 怎麼抓比較好看 燈光在哪裡 還是說 呃你要 訴說什麼事情 你要看著鏡頭 去對你的User去講一些事情的時候 這個自信非常重要 所以你如果說你擁有自信的話 呃 觀眾在看你的時候會感覺比較舒服一點 呃 Vlog要好看 你可以做一些轉場 然後甚至一些Blog 你不知道轉場怎麼做的話 你可以看我這個影片 然後你如果說 不知道什麼是Blog的話 你也可以再看這個影片 你可以再去找我其他影片 對我有介紹 雖然那時候不是拍得很好 但是呢 Blog就是簡單來講 就是 我現在在講話是Alog嘛 所以我可以用一些B畫面 就是 附屬畫面把它帶上 讓整個畫面變得更有可幹性 豐富性這樣 像我現在我要去運動 對 所以我會用一個轉場 然後等一下我們見的時候 就會再下一個轉場鍵 這樣子 剛剛你看到這個就是轉場 然後我們現在我們要加一點Blog 對 就Blog Check it out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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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如果說 讓你的影片看起來更帥 你的鏡位還有你的角度多一點的話 你的畫面看起來更豐富 那我來修給你看 剛剛你有看到 我從那邊跑過來 然後我鏡頭擺下面 然後我有一個跨越的感覺 然後我又跑過來講話 然後感覺就是有人在幫我拍 但其實呢我是把手機 放在不同的角度 然後不同的鏡位 然後讓你感覺好像有人在幫我拍 其實我都是一個人 看到沒 我的鏡位跟角度又換了 對 然後我從那邊跑過來 然後你會看到不一樣的環境 然後不一樣的角度 不一樣的鏡位 所以你的畫面看起來就會比較豐富 然後 讓觀看的人 會不會那麼單調 對 接下來 我們就要談論最後一點 最後一點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Beat yourself 做你自己 對 這個影片你就是主角 這個Vlog 你就是主角 你把它想像成你是在拍部電影 所以你要怎樣呈現最好的表現給觀眾 然後這次的Vlog教學 就到這邊為止 然後說 你如果說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按一下讚 然後幫我按一下訂閱 然後我們會在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會不會也我知道 再說一支影片 所以我們會幫你接ui 可以追蹤 那些發音 在前面 發音樂 開動 開動 兩支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